人到中年 经历了岁月的消磨 走过了风霜的吹袭 在人生这场旅途 我们变得越来越成熟 经历过世间百态 内心越发从容不迫 要想人生之路更加顺畅 要明白这三个道理 何气迎人 平情应物 藏气待食 何气迎人 国学大师南怀锦说 生命中只有被欲望迷乱了的人 才一定要分出尊卑高下 不争 是人生致敬 年少时 我们轻狂高傲 不懂收敛自己 自以为的率真 彻底总是在无形之中 给别人带来伤害 人到中年 懂得发自内心的尊重 体谅和有爱他人 曾看过李鸿章的一则故事 有一次 他被紧急派往南京处理公务 经过家乡合肥时 决定抽空去拜往恩师徐子林 李鸿章 李鸿章和随从到徐府大门口时 门人看清他的花铃顶带和官服后 下得赶紧跑着去禀报 看到门人着急忙慌的样子 李鸿章随即叫停门人 对他说道 你不要急于通报 能否先借我一套平常衣服 一头雾水的门人连忙去找衣服 随从不解其意问其原因 李鸿章答道 倘若穿着这身官服去见恩师 则显示了我当官的身份 恩师一定会很有压力 即使我想一续旧情 他也定会有所顾忌 若是我脱去官帽 换上了电装 恩师肯定会更加放松 亦不至于产生隔阂 人到中年 懂得和气隐忍 为别人着想 体谅别人 沐昕先生曾说 有教养的上流人士 对车夫 浴室 适应生 任何传递物品的人 从来不会敷衍堂塞 能体察别人的不容易 将心比心 是一种极好的修行 和气迎人 会让人感到舒服 只有这样 别人才愿意与之同行 唯有收敛锋芒 和气迎人 才能经得住岁月的洗礼 掌握住人生的主动权 平情应物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以时乾坤大 油连草木轻 意思是 即便是经历世事沉浮 越近人间沧桑 当府下身子 看到草木生发 春风又绿 依然能够生出喜悦之情 生活总是泥沙俱下 人到中年 更是如此 形如逆缕 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 有人说 人生最高的境界 就是痛而不言 笑而不语 我们走过半生 悲喜参半 年少时的不如意 如今早已看开 作家石铁生的一生 是不幸的 但他却用自己的生命 诠释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二十岁以前的他 是学校里八十米跨栏冠军 二十岁以后的他 下肢瘫痪 只能坐在轮椅上 轮椅上的他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唯一能做的是 摇着轮椅 去家附近的地毯 坐一天 思考生死 他在我与地毯中 写道 我把椅被放倒 坐着或是躺着 看书或者想事 却一刹树枝左右拍打 驱赶那些和我一样 不明白 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 想通的他 开始写作 上天夺走了他一双健全的腿 却让他的文字深刻动人 石铁生自嘲说 职业是生病 业余在写作 但他的作品 几度获奖 有的拍成了电影 有的被录入初中语文教材 周国平说 石铁生是中国当代最有灵魂的作家 如果要用八的字来形容石铁生 那一定是心有雷霆 面若近虎 佛家有云 红尘看破 不过是浮沉 生命看破 不过是无常 人到中年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是平情待悟 唯有平情应物 方能淡定安然 不卑不喜 生活才能清风飘飘 藏气带食 作家艺书曾说 越是运气不好 越要沉住气 默默振作 静静熬过去 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 但每个人也都有坚强的理由 年少时 我们总把不得知的原因 归结于他人 自怨自艾 恨自己生不逢食 到了中年才明白 做人要懂得 藏气带食的道理 即便一时不如意 也要沉得住气 静待花开 别让沉不住气 毁了你 一书中说 沉住气 是经验的总结 生活的提纯 沉住气 是智者的选择 聪明的对策 沉住气 是信心的标志 希望的基石 有本事的人 平日里沉得住气 关键时刻便能发得了力 唐代有个人叫马周 出身贫寒 父母双亡 二十多岁时 离开家乡 到长安某生路 一个没人脉 没名声的毛头小子 难以在众多竞争者中 脱颖而出 马周却没有慌 他投奔到了玄武门守将 长河门下 包揽了替长河 写奏折的工作 别人写折字 都是敷衍了事 马周却是一丝不苟 二十多封奏折 逻辑清晰 条理分明 唐太宗知道 长河身为武将 不可能会有如此见解 通过询问他人 便知道了马周这个人 后来唐太宗召见马周 几次闲谈 马周都把握住了机会 得到了太宗的认可 自此 他便一路扶摇直上 最终观至宰相 流民轻使 一经有云 君子藏气于身 待时而动 方能无往而不利 年少者锋芒毕露 惹人极度 所以路才难走 成熟者低调脸藏 沉着冷静 不飞则已 亦飞冲天 人到中年 更要心态平和 认清方向 真正的智者 懂得藏气待时 沉得住气 泰然处置 心浮气造者 一事无成 沉着冷静者 摆服自己 唯有沉得住气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欲试心不乱 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人生是一条道路 喜怒哀乐都有 在这条无常的道路上 我们会经历喜悦 也会遭遇怒气 悲伤与痛苦 这些情绪都源于对得失的执着 其实喜怒哀乐都只是过客 知足常乐才是长久 我们要坦然地接受 人生中一切情绪的起落 而不为其所动 清楚地知道 这些情绪终将消逝 我们就能达至内心的平和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学会面对人生的喜怒哀乐 达至宁静 中年行之半途 悲喜离合 苦多乐少 各有各的艰辛 也各有各的忙碌 年少时 不知世事艰辛 人到中年 才尝遍人生百味 和气迎人是格局 平情应勿是乐观 藏期待时是坚持 愿你我经历坎坷考验后 活得潇洒 昂首挺胸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月里那些让我 感谢观看